文学大师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二系列 首播推出诗人洛夫的无案之河 导演以诗与战争为题切入 从洛夫曾经经历的战乱 在战争中写下的成名大作 创世纪诗刊创办的艰苦历程 一直写到诗人的家庭与婚姻 透过镜头带大家重新回顾诗人洛夫的精彩人生 进入这个坑道就有一个进入死光隧道的感觉 相隔多年再次回到金门坑道的石市 诗人洛夫的故事《无案之河》 就从这个当年激发他写下成名作 石市之死亡的旧地开始说起 突然一个炮弹打下来 有一个伤位坐着我的半个桌的对面 他就瞎着躲着底下去了 我竟然还在技术写诗 写那个十四字死亡 十四字死亡第一首诗在那里完成的 身为新闻战地联络官 被迫面对823炮战的炮火与死亡 诗人洛夫把眼前的震撼全都写进诗作 开启了六十四首诗组成的长诗 《时事之死亡》的创作 也在此遇见了终身伴侣 第一次见面是在马山一个遥望台 看厦门 然后他带着一群外国记者 我就带台湾去的青年 就一起到了那边 他们也在那边 我也在那边 所以就会遇到 然后后来他先调回台北 后来好像在海军总部吧 做翻译官 身为战地翻译官 婚后生下两个孩子的洛夫 仍躲不过再次被派往战地的安排 很辛苦 很辛苦 调到西贡 那那个老二也出来了 老二生出来以后八个月他就走了 爸爸在西贡 然后妈妈因为早上要急着去学校上课 所以常常有时候 我们起来的时候 妈妈那时候还在学校 还没有赶回来 所以我跟弟弟两个就在家里面找妈妈 在那边哭 邻居就说 哎呀 怎么搞的 我好像出生的时候他不在我身边 然后等我好像会开始说话的时候 然后才 父亲才回来 才回国 然后呢 因为那时候还会 小时候就跟邻居玩 所以我爸爸一回来好开心 我就看着他 哥哥哥哥 因为那时候只会叫哥哥 不会叫爸爸 从金门八二三炮战的时事之死亡 一直到越战的西贡师超 即便是身体战乱 洛夫也不曾停下创作的脚步 在此之前 创世纪已经初刊 熊哥 你看 我把我们两个有镜头的都给找进来 1954年 此时的洛夫刚从学校毕业一年 热爱写诗的他决定创办诗社 室友张默成了最佳伙伴 亚先随后加入 你看 我们当时都在 左营广播电台工作 我们都穿着海军衣服 这是谁呀 这是张默 张默 创世纪的时候是民国43年 我是24岁 洛夫26岁 亚先是22岁 就是洛夫老大 我是中间 亚先真老弟 我是负责拉稿 审稿 我那个时候非常严格 也能心自于 那个读者就是投稿人 写下来骂我 什么霸道 不应他的作品 但是后来那些骂我的人 都成了朋友了 只是失设的经费拮据 三人经常声务分文 挡票一叠 我们在军中发的军饷 也是很少 我们没有经费 没有固定的经费 就是由我们同仁 自己掏腰包来 来付这个印索费 七兄弟也不过在一起几十年 我们这一辈子都在一起 所以创世纪就变成我们心灵的 一个最神圣的地方 比更数十年 洛夫从超现实主义 禅师一直到影提师等 不断尝试各种形式风格的诗作 我曾经说了一句话 我说变是另外一个天才的名字 一个诗人或者一个画家 一个家也好 你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情 画一幅画画 或者是写一种类型的诗 那就因为这个整个的诗的历史 就太单调了 太单一了 这一段期间 我尽量排除生活上的干扰 请全力取写 向废墟致敬 如果有一天我没有灵感 我灵感枯竭了 想象的也没有了 写不出好诗来的 我马上就停笔 宣布洗手 筋盆洗手 不干了 但是后来发现 自己还可以写这东西 文学大师纪录片《五岸之河》 透过镜头带领观众 一起回望诗人 如史诗般的生命故事 《五岸之河之河》